这家餐厅可是我特别上网做过功课 大家对他们的评价都很高哦 诶 阿强 这边没有啊 我也先上个厕所 阿强 好了没啊 阿强 我的肚子太胖子了 吃坏肚子了吧 就叫你们挑选餐厅不要乱悬 要看清楚用在环境的卫生 不是只有好吃就行 我看网路评价明明很好的啊 谁知道会吃坏肚子啊 亏你平时都在用网路 怎么还不出到上网查优良餐厅名单啊 这些名单可是有政府挂把证 不用担心啊 餐饮业继续符合食品良好卫生规范GHP 为果力符合GHP之优良餐饮业 继续维持GHP规范 以提升餐饮卫生安全 并提供消费者选择参考 自民国99年起 政府推动实施餐饮卫生分级平和制度 各地方卫生局就特别邀请专家学者 与该局机察员组成平和小组 对餐厅之自主卫生管理进行平和 简单来说 平和小组会针对餐厅业者的四项环节 人员 食品 环境 餐具 进行平和 其中包括了作业环境 设施 厕所及用水等基本规定 亦需符合厨房设备器具及人员要求 以确保供餐流程中的卫生安全和品质 接受平和的对象应具有商业登记 摊贩许可证或依法登记有案者 包括了观光旅馆 韩国际观光旅馆及一般观光旅馆及 宴席餐厅 还有一般餐厅 自主餐厅 学校医院附设餐厅 美食街之小型餐饮店 素食业及早餐店业者 餐饮业者经过现场平和后 可分为优及量两级 除了会在网站上公布通过商家名称 并授予餐饮卫生分级平和标章 优或餐饮卫生平和标章量标章 执行三年来通过平和家数 在99年为646家 100年为1177家 到101年已经有2830家 大幅成长了四倍之多 累计三年多 已经有4653家餐饮业者 要记住选择有优后两个标章的餐厅 以后出游聚餐就不用担心了 餐饮分级GHP 卫生安全五波比